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韩剧的天后蔡玲呢 今天是抵达到了台湾 并且来为她即将在拍摄的一个连续剧来进行一个宣传的活动 那么其实她也是台湾第一个请到的一个韩国的明星来跟台湾的演员合作 那么其实蔡玲她是第二次来到台湾了 那么她这一次呢 特别是有学了一点点中文 然后她也展现了她最近几天苦学中文的一个成果 我们来听一下蔡玲说中文 当然说蔡玲也有学一点中文之外呢 男主角何润忠以及苏友鹏他们也恶补了一点点的韩文 他们也希望说在跟这个女主角这一次见面的时候 可以用韩国语来这样互相的问候 希望给这个韩国明星一个很好而且很亲切的印象 那么其实这一次蔡玲来台湾呢 我们台湾的制作单位是给她一个相当大的排场 光是从街机到饭店都是给她最VIP级的债益 像是呢这一次她随行来台跟她来台湾的人员呢 总共有十个人其中包括四个贴身的保镖 另外她是在台湾的饭店也是选择这个 在台北市最高的一个饭店的套房 就是在演技的这个顶级的套房 她一天就要花费五万块钱 那么现在呢她正在跟这个男主角 书友宝宇和论东来分享 他们即将要进行亲戚的一个拍摄的激情 我们来听一下蔡玲跟周宝宝和论东的一个互动的现场 好 最后情定爱情还原来是为了爱上翻译就对了 论东呢会不会有这个语言上面的一些隔阂 在剧本方面或者说在即使谈念